芬兰的监狱究竟有多豪华 这些满身纹身凶身恶煞的杀人犯和抢劫犯 居然在这所监狱里提前过上了退休生活 监狱里几乎看不到狱警的身影 也看不到任何有关监狱的元素 牢房是独立式公寓 标配冰箱电视和独立的卫生间 摄像头只装在公共区域 每件牢房都属于囚犯的私人空间 一日三餐全部由监狱的御膳房统一制作 并由狱警送到每个楼层的餐厅 如果囚犯觉得不满意还可以自己做饭 煎牛排煮一面做沙拉 所有的食材监狱管购 吃饱饭后囚犯们还可以到健身房锻炼一下身体 不喜欢热闹的也可以回房间打打游戏追追剧 有上进心的也可以到学习区或者工作区 学习一些生活技能 比如纺织或者珠宝设计 出雨后直接就能到合作的工厂上班 享受出雨到工作的一条龙服 怪不得有不少网友说 请务必马上把我送进去享福 这究竟是一所什么样的神仙监狱 如此优越的环境囚犯真的能改过自新吗 位于欧洲的国家芬兰 是全球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没有之一 据联合国2024年最新的数据报告 芬兰已经连续7年蝉联全球幸福榜的第一名 紧随其后的是丹麦冰岛和瑞典 美国排名第23 中国则排名第60 生活在芬兰虽然很幸福 但很多人不知道 芬兰也是整个欧洲谋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更离谱的是 欧洲非常注重人权主义 囚犯也是人 所以囚犯的幸福指数同样也是遥遥领先 作为一个奋行感化为主 惩罚为辅的国家 想要如愿蹲监狱 还得满足条件和资质 盗窃敲诈科药这种小事 基本上只需要在社区做做义工 就算当做惩罚了 只有犯了杀人罪 强奸罪的重大罪行 才有资格被关进监狱 基尔梅克斯基监狱 位于芬兰南部幽静茂密的森林深处 虽然从外表看起来和其他国家监狱没什么区别 同样有高大的围墙和密集的铁丝网 摄像头也在24小时不断监控 但实际上当球车开进里面之后 才会发现内有乾坤 这个名叫沙奇马基雷小哥 打算以囚犯的身份到监狱里一探究竟 和大多数监狱一样 新人入狱必要的安全检查还是要做的 欲经只是相知性的让他脱掉了衣服和裤子 转体180度就算完成安检了 要知道在别的国家 欲经得抠完上面抠下面 生怕囚犯在口中或下体部位藏医伪精品 搜身完毕之后 欲经给沙奇马换上了一身舒适的新球服 然后便带他来到住宿区 芬兰的这所豪华监狱 对囚犯居然采用的是放养政策 整一层住宿区 几乎看不到任何和监狱有关的元素 什么封闭的牢房压抑的环境通通没有 取而代之的则宽敞明亮的楼道 自由聊天的囚犯和干净整洁的牢房 沙奇马所在楼层有14间牢房 关押着18名囚犯 他们都曾是社会上最穷凶极恶的危险分子 平均每个人都背负着两条人命 但在芬兰 这些人居然在监狱过上了度假般的生活 看到新人沙奇马到来 大家都表现得很有礼貌 足以和他握手表示欢迎 值得一提示 这些人会详细询问新囚犯的罪行 如果犯的是谋杀罪或者抢劫罪 大家会立马勾肩搭背以兄弟相称 但倘若犯的是强奸罪或者虐童罪 所有人都会找准时机 把他引到监狗盲区痛扁一顿 因为这两种罪行在他们眼里是最无耻的 眼前这个在身上纹满纹身的小伙 便是一名极肩如仇的正义使者 他叫金克拉 面对镜头他直言不讳 前两天刚刚揍扁了一个犯有强奸罪的新人菜鸟 还坦言说看到他一次就会扁他一次 金克拉和他兄弟都因暴力伤人罪被抓捕入狱 兄弟二人一起去找老赖吹账 结果对方不还钱 他们便有刀将对方砍伤 直接送进了ICU 这时莎奇巴问了一个天真的问题 金克拉差点被逗得哭笑不得 在他们眼里警察就是个摆设 他说如果警察有用的话 天底下早就没老赖了 由于对方只重伤没闹出人命 所以金克拉和他的兄弟只被判了三年的游戏徒刑 如今他们已经蹲了两年半 再过不久就能行满出狱继续制服老赖了 平时闲着也是闲着 金克拉会想很多种娱乐方式 比如打打牌下下棋 或者宅在房间里打打游戏 实在想找点事做的话 他还会用笔和Xbox的手柄做一把纹身枪 然后用厨房工具调配出一种特质的墨水 和兄弟们互相纹身 为了保持竞争力 金克拉和七八名运友几乎每天都坚持健身 监狱里有一间专业的健身房 各种哑铃杠铃的健身器材一银俱全 他能轻松做起220公斤的硬拉 再配上他1米85的身高 在记者面前宛如一个庞然大物 当然之所以能长得如此五大三粗 除了锻炼外 日常的饮食和营养必须得跟上 芬兰的这所豪华监狱 给囚犯们提供了丰富的饮食 牛排一面 豆浆牛奶应有尽有 但即便如此犯人们还经常鸡蛋里挑骨头 比如牛排没煎到三分熟 一面煮得太硬等等 所以比起吃饶饭 囚犯们更喜欢在私人厨房里 做一些自己爱吃的食物 为了满足健身需求 金克拉就经常做一些牛肉饼和炸薯条 然后再配上监狱发发的牛奶和燕麦 简简单单一顿健身餐就做好了 长时间过这种奢命的牢狱生活 难免会觉得枯燥乏味 为此监狱还给囚犯提供了 种类丰富的学习平台 方便他们打发时间同时 也能学会一技之长在社会上更好立足 演技的这位老哥就在监狱自学了纺织技术 他叫特林普今年32岁 曾以抢劫罪和贩毒罪 进进出出过五次监狱 如今经过他多年努力 他成为了传统地毯纺织剑的专家 他纺织的地毯 甚至成为了诸多品牌争相抢购的对象 为了留住这样的人才 监狱还破格给他发起了工资 每个月2000欧元 直到他请满释放为止 前几次纺织的地毯都得经由监狱交易 这对他和监狱来说 都是一笔不亏的买卖 谈弃自己的荣誉 特林普表现得非常谦逊 他说我做这些不是为了钱 而是为了远大的理想 值得一提示 前不久他还通过探监的方式 相亲到了一个女朋友 他每周都会通过书信来往 用充满爱意的小作文 表达互相的思念之情 追入爱河后的特林普 也一改往日凶神恶煞的性格 他说等他出狱后 会用攒下的钱娶女朋友为妻 以后踏踏实实过日子 从此与犯罪划清界限 然而比起特林普中 有希望有笨头的日子 有很多囚犯在临近出狱时 却感觉非常焦虑 由于缺乏谋生的手段 所以很可能会再次犯罪 比如这名50岁大叔 就是监狱里的常客 他叫提拉米苏 从15岁开始 基本都在监狱里待着 大半辈子下来 他已经体验过 芬兰 瑞典 挪威 丹麦等 很多国家监狱 七年前他已经在芬兰境内 犯了谋杀罪 被判了12年的有期徒刑 提拉米苏说 这所监狱是他最爱 环境又美配置齐全 可以的话 他再把余生都会交代在这里 事实上因为监狱的生活太过安逸 芬兰有57%以上的囚犯 都会在出狱后的两年内 再次犯罪 监狱的本意可能是正向的 只在让囚犯体验更好的生活后 唤醒他们内心的真善美 和对生活的热情 但实际执行起来 却导致囚犯好吃懒做 甚至为了继续待在这里 不惜再次犯罪 你觉得芬兰监狱 对待犯人的做法正确吗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 好了 喜欢本视频就点赞关注和评论 犹太长 但见是更大的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 拜